小桃最近好很大的膽子啊 直接用我的名義喔 球鞋達人強力推薦 推你老木啦 嗨大家好 我是小馬 最近真的是各種衰事啊 不停的發生在小馬身上 小馬覺得應該要去轉運一下 最近真的是運氣太差了 去一下台北轉運站轉轉運好了 那繼小馬被詐騙這件事情之後 那這兩天又發生一件非常厲害的事情啊 我們這個小桃同學 小桃同學非常厲害喔 我完全不認識他 我找了我的畢業紀念冊裡面 真的沒有小桃這個人 小桃到底是誰 小桃最近非常的 很大的膽子啊 他在這個Facebook的頁面 不停的打廣告 還有在IG上面也是不停的打廣告 打什麼廣告呢 小馬給大家看 就是這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寫著 球鞋達人強力推薦 屬於我們第一雙時尚 兼具舒適的休閒鞋 可以看到這邊 直接放上小馬開箱介紹的 YouTube影片的封面 不簡單 真的真的不簡單 人家都說只有有名或是紅人才會被盜圖 或被利用 沒有想到小桃直接用我的名義喔 球鞋達人強力推薦 推你老木啦 用不著一開口就提老木啊 我還聽你老木的老木 我還聽你老木的老木 誰跟你強力推薦啊 他的這個頁面喔 點進去看 他直接連結到他們購物的這個頁面 那這頁面呢 跟之前小馬拍的國道追撞的這個頁面 點進去是同一個這個形式 所以啊 這一次漲價了喔 EZ350 V2 1988 原本還賣1888 現在賣1988 所以放上小馬的照片就加100塊喔 非常非常的不簡單 小桃 100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頁面點進去 一樣的形式 這次還多了一個什麼 兩個小時以後下單的朋友 我抽出一位幸運兒免費送一雙 誰要你這個垃圾啊對不對 你這個講實在話的送給我我都不要 還要免費抽一雙 然後之後就沒有看到我的東西了 往下滑 喔一樣可以看到他的這個販售的照片 這次更扯 喔350奶油黃就算了 還出現Off-White聯名款 Supreme聯名款 天啊 小桃 你是將不可能化為可能欸 Off-White跟Supreme 絕對在這個時候不可能跟 Adidas做聯名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有簽約 所以Off-White只會跟Nike 做一個聯名的動作 Supreme也是一樣 除非哪一天他們解約了 他們才有可能被Adidas簽下來 就像是Bap不會跟Nike做聯名 所以你看到這些東西 全部都是假的 喔唉唷 我的眼睛夜障重啊 這些都是假的 假的 哎呀我眼睛夜障重啊 我只能說 小桃 這部影片我沒有想要罵你 因為你做的實在是太爛了 你沒有誠意嘛 你要搞我對不對 我知道你一定是我之前那支影片公開你們賣假貨 很不爽 所以用我的照片要來搞我對不對 那你要搞的認真一點啊 你要拿出你的誠意耶 你點進去這個網頁之後 你都沒有我的任何照片 也沒有我的任何資訊 你要打上小馬推薦啊 你要搞要搞認真嘛對不對 你要造假也要造假認真一點 你這個點進去照片就應該放上我啊 放上我這種 石川的這個350的照片 然後呢 小馬強力推薦 我自己加一些文字 然後放一些我的照片對不對 你這個樣子 不行嘛 沒有誠意嘛 你這樣子誰會受騙 哪一個人會相信這是小馬推薦的 所以啊我跟你講 小桃 你下次要整我 要搞我 認真一點 讓小馬知道 頁面做得漂亮一點 換上我的照片 再換上我的這個石川 然後再附上這個連結 YouTube的連結 點過去就可以看到我的影片 這樣子人家才會相信嘛 這樣子才有專業的感覺嘛 你們要造假 要做得認真一點 你做這樣子 只是Facebook上面用一張圖片而已 這個樣子就想要讓我生氣是不是 哪有可能那麼容易就上當啊對不對 做這樣子的東西出來 就想要讓我生氣 沒有那麼容易喔 我們再來點回去看一下 Facebook底下的留言 這邊呢 小桃非常的聰明 他真的是專業的 因為我都沒有留言喔 他就把我設 禁止留言 所以他其實小桃知道我是誰的 那小桃你既然知道我 你下次再做這種東西的時候 你要認真一點 整個頁面點進去對不對 非常厲害 非常華麗的那種感覺 不要只是舊的照片 這樣子貼一貼而已 那個沒有誠意 底下的留言 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完全不是台灣人 那是在哪裡的人呢 那就是在對面 喔對面的那些人 因為呢 打注音符號 他們完全看不懂 你看 詐騙 請問多少錢 小桃回他 團購價1988 打這些注音符號 他們完全看不懂 我們來看一下 喔這個可愛的人 請問這個 假鞋要多少錢 他還回 1988 然後 怎麼樣 你要來一雙假鞋嗎 喔非常有趣 所以你們這幾天 如果有看到小桃同學 所發售的這個廣告文 記得在底下留言喔 那留言要留什麼 要留注音符號 因為他們都看不懂 那我這時候覺得啊 像我們台灣的教育 啵啵啵啵啵 就是一個非常棒的 之前好像有人說要廢除 啵啵啵啵 我跟你們講 啵啵啵啵啵 真的不能廢除啊 以後面對這種假鞋的 我們就是用啵啵啵啵回擊 我們就在用啵啵啵啵底下留言 啵啵啵啵啵 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工具 啵啵啵啵啵真的是 人與人之間交流的一個非常棒的橋樑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那如果你喜歡小瑪的影片 記得把這篇影片分享出去 那千萬不要有人受騙喔 因為小瑪絕對不會去推薦這種 LOVES UP 我是小瑪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